中國工業革命 竟然一開始就是兵工廠 充分反映了自強運動的本質嘛 他就是要槍斃嘛 湖州船政局 我們一般俗稱叫馬尾船廠 是中國第一座 真正意義上的這個現代化的造船廠 1892年 他搞了漢陽鋼鐵廠 各位不要小看漢陽鋼鐵廠 亞洲第一座電鋼廠 當時劉明傳在台灣 還搞了中國第一條 海底液燃船 歡迎收看今天的護來座談 今天是誰來座談呢 今天這個葬事啊 大家看就知道 我們今天繼續來談我們的歷史啊 我們師篤師名系列呢 前簡後反 我們進入到了晚清時期啊 講的更加的細緻哦 那因為這個時期也很多人的了解 那上一講 其實我們已經講到了慈禧太后啊 透過了政變呢 來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然而在與此同時呢 晚清啊 漢人也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要角啊 那另外呢 中國開始嘗試第一次的現代化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講啊 慈禧在透過政變之後 上台之後 那接下來緊接著登場了 就是中國第一次西化 或者有時候要叫現代化的一個嘗試 就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的叫自強運動 那講歷史當然要來歡迎我們的 王立本老師學長好 嗨 主持人好 全世界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談一下這個自強運動的興起啊 當然這個運動非常的雜 而且呢 時間很長 三十幾年的時間 那再加上呢 地方中央 各種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是以一個它作為頭 但是我們要來敘述一下 或者討論一下 這當中一些脈絡 尤其我們現人看 常會出現一個狀況是 好笨喔 怎麼要辦個煉鋼 或造個船 那你是不知道你要買個煤炭嗎 你不知道你要買子彈嗎 那你到底在幹嘛 這個我們不能用金人的上帝視角 看待古人的思考邏輯喔 因為他們是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這個政局啊 新有政變之後 就開始形成一個新的格局啊 從這個格局開始 反而衍生出一個近代化的 或是說現代化的中國的常識努力 它有很多先天不足 後天失調部分 但是裡面的人的努力 我們真的是不可磨滅的 所以我們請學長現在跟大家講講 新有政變之後 整個中國的政局走向來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剛剛一開始學弟 講到一個觀念非常好啊 歷史我們必須要略股相襟 為什麼呢 因為離我們越近 對我們影響越大 另外就資料也越多 所以我們這個要多 花一些時間來講 這是很正常的啊 尤其是進入到 這個最近這200年的歷史 對這個海峽兩岸 甚至全世界 都造成了很多的這樣的影響 那我想滿清 我們上次有講到 就是滿清的政局 在新有政變之後 進入一個新的格局啊 內外都有新的格局 內部來講的話 就三個年輕人當家了 我們今天來看 平均年齡30歲的 三個年輕人當家 三個滿洲貴族的後期之秀啊 這個宮先王一星 跟這個兩宮太后 慈禧跟慈安太后 他們這個小皇帝 帶著這個小皇帝同志 六歲的同志即位啊 我們上次有說過一星 在跟洋人交涉期間 他有一些學習跟成長啊 他知道這個條約體系是怎麼回事 那中國未來要怎麼跟各國 繼續折衝下去啊 折衝往來下去 這個二方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為了平定南方的叛亂啊 這個滿洲貴族 其實早在這個速順時代 就已經開始重用啊 南方的地主相聲集團 組織所謂的地方自衛隊嘛 到後來就變成官兵的主力啊 這個湘軍在南方作戰 那也因為這個原因 再加上漢人這種集體意識的 再度的這個覺醒啊 這一種今世自用的想法 逐漸又又恢復了啊 所以這一些人在接觸到 洋人的新武器啊 跟洋人辦理各種的軍務 外交的這個交涉之後 他們也有一些新的感觸 就是中國的確是需要學習啊 所以在這兩方面 在滿人跟漢人的 這個領導的這個階層裡面 都開始有了一部分人 有這樣的覺悟跟共識之後 那中國的政局 就有可能會翻開一個新的篇章 這個新的篇章 一般在歷史上就被稱作叫洋務運動 這個又稱叫自強運動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人叫同光新政 甚至於有些當時的人 還刻意把它貶低 叫遺物運動 Anyway這個不管叫什麼名字 這都是中國可以說 近代歷史上走向現代化 modernization 走向現代化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開始 什麼是洋務運動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就是一場軍事與外交的現代化運動 他在盡量不觸碰到 政治結構 以及意識形態的情況之下 能夠應付 當時中國所面對 各國挑戰下的一個危局 這個運動有一個先天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不像日本的民智維新 日本民智維新是要找尋一個 未來日本國家的一個新定位 這個自強運動 或者說洋務運動 是應付眼前目前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雙方的戰略觀跟出發點 一開始就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就如剛那個學弟說的 就是我們今天當然不能站在一個上帝視角 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當時對這一些漢族的士生官僚 在南方的這些打仗的這些人來說 能把眼前的問題解決掉最重要對不對 否則的話你土地收不回來 你亂局不能平定 你講什麼都沒用 那對這個北方的在北京 新作政當家的這個宮親王跟慈禧來說 也是一樣 坦白講他們是違背了 咸豐的遺詔 各位 其實他們的權力取得是有法理上的問題的 他們是發動政變嘛 三個小鬼發動政變把老頭幹掉 所以對他們來說 趕快勘定大亂 然後能夠讓這個國家安定下來 是鞏固他們三個人的權力正當性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應付 眼前這些內憂外患 這是很正常我們可以去理解的 其中一個關鍵性人物以中央政府來講 就是各位在畫面上看到這個六王爺 鬼之六 公親王一新 他為什麼叫鬼之六 有很多種說法 有人說是因為他鬼頭鬼腦 聰明 我告訴各位 所有見過公親王的人都說他聰明 不論是滿人漢人還是洋人 下面那一排最左邊的鄉軍領袖曾國藩 在平定太平英國結束之後 他到北京去夜見兩宮太后 見小皇帝 然後受封為為侯爵嘛 曾國藩回到兩江總督任上的時候 回南京的時候 他跟他的幕僚趙文烈先生 有過一段很經典的對話就在講 他認為朝廷未來的前途怎麼樣 他當時就講公敵 敵就是官敵的敵 公敵甚為聰明 你看 曾國藩第一句話就是 公親王很聰明 然後洋人裡面譬如說像當時 英國駐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 李泰國也盛戰了 公親王是最聰明的王爺 每個人都誇獎他 可現在這個人聰明是真的 然後學習力也是真的 所以他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調整 所以他在1861年 這個時間有很多種不同說法 有人說是1861年1月 有人說1861年3月 他就在北京 後來在天津社的辦事處 在北京建立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機構 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簡稱總理衙門 這個衙門很重要 為什麼呢 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 有專門辦理外交的機構 可能會有些朋友會說 中國不是早就有李泛月嗎 各位那不是外交 那不是西法利亞體系下的外交 我這邊補充一下 關於李泛月的邏輯 其實李泛月邏輯 不是什麼西法利亞條約 它是一個 講白了 就是一個朝共體制 或者叫做一個 中國傳統的天朝概念下的產物 其實他所理的是什麼反 四方諸反 比如說他的邏輯 其實繼承至哪裡呢 周朝的蠻蟻隆底啊 所以他應對的藏族啊 蒙古族啊 他主要就是在應對這一些 所謂 除了中原漢地之外的諸主 當然滿人在這時候 這個已經是跟漢人是一起的 所以很有趣喔 他認為他是中原陣統 對他是中原陣統 所以納入滿族的蒙古人呢 算什麼呢 算是滿人集團呢 在蒙古大草原上奔馳的 抱歉 這些王公呢 就交給李白月去處置 所以他的邏輯完全不搭軋啦 所以把這個 英國人啊 葡萄牙人啊 富朗基人來的時候 交給李白月 早期都交給他們了 是 但他們根本不懂嘛 所以完全沒辦法應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開創性的 我先補充這樣 因為這主要是因為 光學王英信他們有辦外交的經驗 我始終強調兩個字經驗 我告訴各位沒有經驗 中國近代無法學習 但是沒有經驗要往前進 那就要摸著石頭前進 那就困難度就更大了 這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 等於是後來他就在天津嘛 設了一個辦事處 設了一個衙門 這個對當時整個中國來講 影響很重要 各位還記得嗎 鴉片戰爭跟英法聯軍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洋人即使要開戰 或即使有什麼問題要反應 這光學王英信他們事後也檢討過 說像什麼廣西的西林教案啊 或者是英國亞洲船事件 如果中國有一個專門辦外交的機構 或許事情就不會搞到像後來那個樣子 講南京點洋人告狀也有一個窗口嘛 所以就不至於會搞成這樣 不過各位你仔細品一下他這個名字哦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看到沒有 多少還是有一個天朝的一個感覺在裡面 但是無論如何啊 這對中國來講是一個進步 一個劃時代的一個事情啊 所以大概一直到1865年之前 公經王一新也很重視這個單位啦 大部分都是有朝中的三品以上金官 來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辦事大臣 除了公經王一新自己之外 還包括文翔貴良等等 這一些可以說他的左右手 而且這些本身是軍機大臣 所以這時候各位請記住哦 公經王一新是首席軍機大臣 那貴良文翔也是軍機大臣 所以等於是當時的軍機大臣裡面的核心 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重疊的 嗯 你就可以知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這個時候他的這個這個力量有多龐大啊 這是第一個第一個我們要注意的啊 那再來就是說等到後來1865年 我們知道1865年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太平天國之亂平定之後 這公經王一新當時就到南方去巡視啊 去巡查就新收復朝廷新收復的地區 後來就在1865年發生了一場 你也可以說是政變又是政變 慈禧這一生那是政變的女人 慈禧就趁著公經王一新到南方巡查的時候 突然間拔掉了公經王一新 翼正王這個頭銜 這個頭銜被拔掉之後 對公經王一新的權利當然是一個縮減 一個削減 說公經王一新態度不公 囂張跋扈 目無小皇帝 目無君長 其實這些都是理由啦 其實講白了就是這三個年輕人貌合生理 搞了五年終於走向這一步了 這件事情之後1865年之後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功能就開始有所衰退 衰退主要是因為當時這個朝中的保守勢力也很大 所以當時朝中就是三平商經官 還願意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兼任的人不多 那可是那事情還要辦啊 怎麼辦呢 在這之後1866年就又有了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由當時的直立總督跟兩江總督 各掛一個新的頭銜 所以他們名義上跟總理衙門也有關係 掛什麼頭銜呢 直立總督就改掛叫做北洋通商大臣 兩江總督改掛叫做南洋通商大臣 而且當時還把直立總督衙門 從保定遷到天津 這非常重要 這很重要就表示以後這邊就是國家的大門 然後有什麼事就找我 默契是以長江口為界啦 長江口引南的軍事外交還有商務 都找南洋大臣 南洋大臣住哪裡 南京 其實南京在古代因為有長江通上海 在古代等於是高鐵一樣的概念 就是非常快的概念在古代不得了的 而且他這個因為南京這個地方很重要 大船是可指使南京 對沒問題的沒問題 大船開進來沒問題 然後還有北洋通商大臣 跟兩江通商大臣的建立 在往後一直到庚子全亂之後 這個1901年之後 這個所謂的義和團起義之後 這個兩個大臣的功能 跟我們剛剛講那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功能才結束 所以各位你可以看 大概差不多將近40年 36、7年的時間 整個中國的軍事國防外交 就是由南北兩個重要的方面大員 來負責辦理 各位你要細品一下 各位 為什麼 這兩個人的本質是什麼 就職務的職 本質是什麼 是地方管 雖然很重要 這個直立總督就管直立 但是直立總督後來還負責北洋建設 他還要管鐵路 管炮台 管商務 而且要防守經濟重鎮對不對 到後來遼東就是大連旅順的海軍 也是由他也是由自己總部在辦的 對 另外還有我們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是什麼 就是像 南洋大城對不對 南洋大城的話 那上海就在盡在咫尺啊 幾乎所有商務上的糾紛 都是由他們兩個來辦的 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人的存在 一方面是代表著這個滿清政府開始對外 開始有了一個就是兩個最重要的兩個負責人 但是我以我們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也是很畸形的 這也代表滿清政府是一種採取一種妥協的方法 就是你朝廷裡面還有很大的反對力量 而且又不願意去跟動去觸碰到當時主要的一個政治結構 那怎麼辦 我們就從現有的體制當中找兩個大員來監辦這個事情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們就在距離洋人最近的地方嘛 所以由他們來辦也不見得是壞事啊 也不見得因為馬上找得到人 然後有什麼事情馬上可以反應 擔任這個直立總督在甲午戰爭之前最有名的就是李鴻章李老先生 李鴻章從我記得是1872年 曾國藩因為這個天津教案下台之後沒有多久他就接任這個直立總督北洋通商大臣 一直做到什麼時候做到1895大概234年的時間 非常久 他也打破清朝紀錄從來沒有人打直立總督這麼久的 對地方官一般來講總督巡抚大概就是三年再過去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南洋大臣換的人比較多 早期一開始是曾國泉 到後來比較重要的就是沈寶貞 沈寶貞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嘛 他擔任福州傳政大臣的時候 也很關心台灣的事情 那沈寶貞大概從1872年到1879年 各位你不要小看七年七年也很久了 一直他是死在任上 在那個兩將總督的時候任上去死 那我們可以說 基本上中國就形成南北兩個 你可以說是外交國防跟商務的兩個核心 那這兩個核心各位不知道可不可以隱然發現 基本上北洋就是淮軍的勢力範圍 長期就是李鴻章李老先生在那裡 那南洋的話早期是曾國泉 後來還是沈寶貞 那沈寶貞跟鄉軍的關係比較密切 他算是鄉軍的外圍 這隱然也是鄉淮集團在兩邊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那個總督巡抚的概念 通常一個總督可以俠幾個巡抚 他是可以說是超級省長 比如說兩江總督他就管江蘇、安徽、江西三個省 比如說後來台灣建省之後 所謂的閩浙台總督 左中堂就當過閩浙總督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就是一個省一個總 比如說四川總督 四川總督 對這個是一個省一個總督 也有一個省一個巡抚的 通常這種一個省一個巡抚 就在歷史上治安不太好的地方 比如說山東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 這一些 這個理論上巡抚在總督之下 但是都有單獨奏勢的權利 就是他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去跟朝廷反應 但是所以實際上是誰也管不到誰 這個我做一個補充 就是清朝之所以統治很厲害的地方 他跟歷朝歷代最大的不一樣 是他善用這個所謂的同裁監督的概念 就是說不管是總督巡抚 雖然我們必須說總督他是一品官 巡抚他是二品官 有好像差了一個品級 但其實在三品以上都是屬於大員級的 尤其一品兩品不管總督巡抚 就像剛才學長講的 什麼叫單獨奏勢權 就我的奏章是直接進入中央的 而且我是甚至是我有密奏權 我的這個奏章合起來 經過我的硬性風沒有任何人可以破解 我們要了解當時他要衛造太難了 因為他都有硬性用風泥等等 當時都很多保密技術 所以可以經由皇帝單獨的跟他溝通 皇帝也可以單獨的下密旨 給這些總督巡抚 所以就可以形成所謂的搖耳朵戰術 我跟他搖耳朵他跟我搖耳朵 所以皇帝在做的就很多恐怖平衡 他可以互相的制衡 那為什麼這個總督巡抚會有這種交錯的方法 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中國很重視防蔽這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省 他雖然有一些天然疆界的劃分 但是他通常細細長長的 他不會讓你一個很完整的地獄 那如果真的很完整地獄 像四川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四川就是個完整地獄 你要切也切不了 所以四川呢 向來他是很封閉的 所以他的總督就是單正四川 單獨一個總督 對而且四川有個特點 四川自己會產鹽自己會產鐵 還有各種的礦產 四川比較缺銅而已 但原則上四川要造反 通常關個幾年他死不了 所以四川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後來革命的時候 四川鬧得很兇嘛 這很難搞 四川人很飄悍 也飄悍著名的 這裡面其實就牽涉到說 他的管轄 那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譬如說梁廣總督廣西巡抚 確實也愛梁廣總督一級 我廣東是不適合巡抚的 我廣東就是總督直接執政 沒錯 看起來梁廣總督是監管廣東廣西 但實質上進到廣西地界 廣西巡抚自己管自己 可是呢 就經常形成狀況 廣西巡抚就會時刻看著梁廣總督在幹嘛 那梁廣總督呢 因為他是廣西巡抚上級 他理論上要管他 所以兩個就會當足的互相制衡 那今天廣東出什麼事 廣西一定聽得到啊 因為這個地理位置都在嶺南地區嘛 他就上仗給皇帝 摻他一本 就說皇帝啊 現在的梁廣總督 然後皇帝就會跑人 就會說好我知道了 正知道了 然後另外去問梁廣總督說 你最近在幹嘛報告一下 梁廣總督又再上去說 我跟你講這是廣西巡抚 他就是對我怎樣怎樣 結果皇帝就很厲害 兩邊這樣聽一聽 所以就四兩拨千斤 所以為什麼這個滿清的字數 到了清末這50年期間 這一套玩的最溜的是誰呢 其實就是慈禧太后 他就是最後玩這個 這邊平衡一下 那邊平衡一下 然後大家都不知道 對這個很厲害 你看這叫權術 那這個也是清朝很厲害的地方 是我們可以看到滿清三大亂 我們上集獎有講過了 但是清朝為什麼 在政治的平衡上面 他始終中央維持著一個非常好的控制 即便像李鴻章二十幾年九任 或者是像是左宗棠一次監管三省 或像沈寶貞你看他在南邊 他一口氣做了九年 其實他最主要的他能夠辦事 然後不會形成偉大 但不會不掉 這就是剛才所講到的這個總督型 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在討論我們就會比較清楚 清朝他們在玩什麼把戲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整個這個架構形成之後 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從此之後就是跟洋人之間的交涉 有了固定的窗口 到了後來辦鐵路辦輪船 然後辦兵工廠練海軍 都開始有了一個著弱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在1860年代的時候 他整個新的一個政治格局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他這個政治格局上面 第一個他重新再次穩定下來了 我們剛才包括 剛才我們做的一些討論 穩定很重要 也就是說在三大亂當中 其實清朝是差一點滅亡 這點一定要強調 可是新的格局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快慈禧 把逸星的逸政王拔除之後 那這個有一個重點 因為逸政王表面上 逸政而已有很大 實質上就是任何的朝議 他都能摻一腳 也就是說 沒有逸星首肯同意 你辭星是不可能單幹的 但是重新把逸政王拔除之後 這我認為跟逸星本身的個性 也有關係 他還是服從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並沒有去做一個反抗 當然他有些截抗 但是不到反抗 我們要了解這個概念 所以也因此整個清朝的中蘇政治 還有地方政治 重新的穩固下來 但這個已經跟三大亂之前的清朝 一個極大的不同 差在哪裡呢 所有的地方大員 都是監管軍務 巡抚或者是總督 所以這時候有四個字 就登上歷史舞台 叫做封江大地 在這個之前的 所謂的總督巡抚 雖然我們也很習慣 用封江大地生活 但是實質上落差很大 他可以不管是錢袋子 兵桿子 甚至是官員的筆桿子 我都可以做操作 我要升遷任免 他真的權力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就形成 自強一種很特殊的格局 為什麼這些地方大員 可以單獨辦洋務 這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東西應該重要統一的 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才可以去理解說 為什麼當時有很多地域局限性 然後有很多的 就是說他的不協調 聽起來中興四大名城 其實四個之間 很多的小毛病小問題 糾葛非常多 糾葛很多 那為什麼不協調 是在這個位置 學長我們還是要 進一步來跟您請教 就是說 在這個總理衙門 他的這個角色 對於當時整個 就是中蘇的話 雖然他的這個角色 有所削弱 不過他還是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他在洋務運動當中 或者在自強運動當中 繼續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能 除了辦外交之外 第一個就是翻譯書籍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後來下面設了一個一個學校 你也可以說是翻譯館 叫北京同文館 同文館很重要 這個同文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只有語文訓練 來翻譯書籍 到後來開始請楊教習 開始教什麼格子學 數學 地理學 開始教這些東西 所以已經有 一點現代大學的一個雛形 可以說是中國新式學堂的一個鼻祖 甚至與有人還把它追溯到 這就是北京大學最早的難商 所以這個翻譯引進西洋文化 這一點很重要 整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還有第二個功能是什麼 就是我們後來所知道派遣留學生 滿清政府在後來有一段時間 就是一直很想派留學生 其中對這件事情這個著力最多 可以說是最熱衷的就是公親王一心 當時有兩個人很重要 一直鼓勵一心做這件事 一個是當時的海關總稅務司賀德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前面一直講到的 這個榮洪先生 中國第一個在這個耶魯大學拿到學位 我前幾天還有耶魯的朋友跟我講說 耶魯的圖書館的三樓還是四樓 有這個榮洪先生半生同向 他是耶魯第一個中國校友 對 所以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榮洪先生也勸說說這個 你在國內辦什麼兵工廠啊造船長 這我們等一下再說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 所以後來中國也派出了第一批流洋學生 在1870年代 就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後來學生歸國就是詹天佑 就是中國第一個鐵路工程師 對沒有錯 詹天佑這是最有名的 對當時滿清政府來講 中立構的四樓門 這個除了政治外交功能之外 也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功能 所以中立構的四樓門的設立 也不單單只是一個外交上的一個領培 這也是代表中國不只是 讓這個因為打了敗仗 讓洋人進來傳教 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政府 跟中國的這個朝廷 開始願意接受西洋的文明 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開始 我覺得榮洪現在有一個特點 他很長壽 他非常健康 所以他多方奔走 大家可以看到1912年的時候 清朝都倒了 他還在 他非常的健康 他在美國還資助過孫中山 他是孫中山的同鄉 他是香山縣人 就今天的中山寺 其實榮洪的出現 其實很有意思啊 就是他是反映的 當時整個海外華人 就是從廣東出海 到了美國很多都是廣東人 中山、台山這些地方 但他們當時很多是以香港做一個枢紐 然後就到了可能到了夏輝夷 可能到了美國本土 但是有榮洪這樣的學生 如果沒有走李衙門 他其實是發揮不了助力的 所以其實這個也要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鴉片戰爭之後 中國雖然被全面 就是所謂的無口通商 接下來全面的開改 雖然很痛苦 但是在老百姓 在社會上的質變面 他慢慢的就回饋到了 中國的政治中樞了 所以榮洪 他就這樣一個就是回饋 如果沒有他 李鴻章想辦這麼多事情很難 易鑫想辦這麼多事情很難 我們不要忘記了 易鑫跟李鴻章這些人 他們也是剛剛被啟蒙而已 沒有幾年 才剛剛知道洋人是怎麼回事 世界是怎麼回事 必須要有一些 比他們對這個世界 有更清醒認識的人 當一個引路人 這樣榮洪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 當然楊克欽也很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像一開始說李泰國 後來的這個賀德 對也是很重要 好我們剛剛講說那個中國的洋務運動 兩個重要現代化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外交 還有一個就是軍事 軍事現代化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分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方面就是舊軍隊的改造 那舊軍隊的改造 最重要的就是湘軍跟淮軍 湘軍跟淮軍 我告訴各位 早期的時候就是非常標準的地方自衛隊 各位知道嗎 我們今天看洋人的紀錄 洋人看到李鴻章的淮軍 不禁啞然失笑 這個洋人甚至怎麼形容李鴻章的淮軍 他說穿著布鞋寬衣大袖 用黑色的頭巾裹頭 拿著半星不救的武器 在這個上海集結 這洋人當時怎麼形容 偷偷說 說這哪裡像是軍隊 這根本就是一個戲班出來唱戲的 所以在洋人的眼中 當時中國的武力是徹底不合格 那個曾國藩的部隊包圍南京的時候 其實也不只包圍南京 他在江浙這帶作戰的時候 當時的各國武官也來看 當時中國軍隊的作戰狀況 這些都有記錄的 當時英國人怎麼說湘軍 各位知道嗎 他說湘軍這一群人 我們怎麼看 他們都不像是一群軍人 像是一群工人 說曾國藩的部隊所到之處 開始修道路 築堡壘 囤積糧食 天天在做工 為什麼洋人會看不懂 因為我們知道這時候 英國人他們已經工業革命了 他們沒有辦法去理解 農業時代中國作戰的方式 這種屯田購工 然後築堡 築堡壘 是古代中國作戰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曾國藩他自己講 他的作戰叫做紮印寨打呆仗 就很呆的仗 什麼叫紮印寨 就是我收復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就要把它防守到萬無一失 就是建立非常堅固的堡壘 屯很多的糧食 你太平天國修想把我已經收復的地方再拿走 所以他就用這種包圍戰術 寸寸前進慢慢纏死 最後把太平天國包圍在幾個點上面 最後再跟洋人買了大炮 然後把太平天國的城牆轟開 簡單講他的作戰過程就是這樣 所以簡單說在洋人眼中 鄉軍懷軍都是不合格的部隊 落後西方太久了 我們剛剛講這個李鴻章 曾國藩這些人 在戰爭當中他們也逐漸在學習 所以李鴻章的部隊後來開始換裝 開始往西洋的軍服方面開始前進 開始換後堂步槍 我們上次有談過 華爾洋槍隊 上一講的時候有談過 連編制都換了 我們上次有講過 連編制都換 然後就逐漸有現在化部隊的 這樣的一個雛形 連戰術運用也是一樣 不砲協同 就砲兵步兵和協同作戰 開始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中國的國防力量 在這個時候 也就慢慢向上提升 但是這個仗打到1862年的時候 這個滿清政府在今天的 安徽的一個重要的河港安慶 取得了一個勝利 這個還俘虏了那個英王陳育成 這個勝利很重要 因為拿下安慶之後 下一戰就是打南京了 離南京已經不遠 順江而下就打南京 所以當時襄懷軍的部隊 都已經開始大量使用西洋武器 那馬上就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大量使用西洋武器 有一個東西就天天在消耗 什麼東西 子彈 你步槍還有一些零件 有零部件壞了你要換 而且那收的槍的這個故障率 是很高的 很高 對很高 你如果全部用進口的話 緩不济級 所以當時就也是一樣融洪 融洪當時就建議建議鄭國凡 我們就在安慶這個地方 我們設一個兵工場 洋人也贊成 戈登他也贊成 我們在這邊設一個兵工場 生產子彈 生產一些簡單的零件 後來這個融洪 就到香港去買了一批機器 用我們今天話講叫工作母機 什麼磚孔機打磨機 然後弄了一套燃煤發電機 就在安慶的江邊建立了 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機器動力生產工廠 安慶軍械修造所 各位中國的工業革命開始了 中國工業革命竟然一開始就是兵工場對不對 很奇妙 這個也充分反映了自強運動的本質嘛 他就是要強兵嘛 強兵是要為什麼要保家衛國啊 安慶軍械修造所對後來這個香淮軍的作戰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起碼這個彈藥有了著弱啊 據說辦的還有點成績啊 後來等到大亂結束之後 曾國凡就把安慶軍械修造所的機器拆掉 另外在上海建立了所謂的江南製造局 除了江南製造局還有江南船屋 這個生產輪船 這個江南製造局我記得是1865年 這個正式在上海成立 而且後來還不斷的在擴建 可以說從清朝到民國這段時間 可以說是南方最重要的一座兵工場 後來還不斷的在擴建 江南製造局一開始是屬於兩張總督麾下 後來左中堂在金陵就在南京也搞了一個精陵製造局 我告訴各位這一些兵工場是影響非常深遠 各位不要小看 各位知道嗎 現在在上海航空母艦的造船廠叫什麼 上海江南造船廠 江南造船集團 不相信各位你們去百度或谷歌一下 你看看江南造船廠的Mark上面寫的 1866開始 他是追溯到這個時候 南京的精陵製造局 各位也不要小看 精陵製造局後來來到新海革命之後 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 在南京始終持續生產 後來精陵製造局 後來在民國之後 就變成國民政府的聯勤兵工場 後來前來台灣 前來台灣對沒錯 各位你看都可以找到歷史的根源 我們在台灣只要當過兵 都用過聯勤兵工場的東西 當然我們都是聯勤的愛用者 另外李鴻章在1868年他到這個北方去 他也搞了一個天津機器局 後來天津機器局 因為李鴻章他在北洋 他把很多資源抑注下來 所以天津機器局後來居上 慘量了 超越了上海跟南京 成為中國最大的機器局 那天津機器局主要生產的武器 就是供給淮軍使用 一度規模很大 天津機器局在加武戰爭之前 號稱員工超過一萬人 伊藤博文在1885年的時候 他因為這個中日天津條約 就為了解決朝鮮問題 曾經在天津住過一段時間 伊藤博文當時被李鴻章帶去參觀 天津機器對天津機器去頗為讚賞 他認為是東洋第一大局 東洋最大的兵工廠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福州傳政局 左宗棠在擔任敏浙總督的時候 在福州建了一個造船廠 福州傳政局 我們一般俗稱叫馬尾船廠 這福州傳政局也很重要 各位這個是中國第一座真正意義上 有人說是第二座 因為江南比較早 真正意義上的這個現代化的造船廠 他在1886年建造了一艘純鋼殼的巡洋艦 一開始叫熔鄉 後來叫平遠 就是平安的平 這個遠大的遠 平遠巡洋艦 是亞洲第一艘純鋼殼巡洋艦 所以講到這邊我們可以說 志強運動辦這些兵工廠 不是沒有成績的 像剛剛學弟放的那個 江南製造局的那幾張照片 看那些都是在甲午戰爭前拍的 那幾張照片我們看到 江南製造局已經可以生產要塞炮 這個這裡這個就是大炮 對沒錯 這炮很大 對很大 這應該是15公分炮 就口徑15公分 因為它裡面還有發電廠 裡面還有各種的其他的一些工廠 所以它整個規模是相當大的 後來各省 像什麼山東 河南 陝西 兩湖 各省都有設 但是各省設的這個兵工廠 就有好有壞了 大部分規模都很小 幾乎各個巡撫都在自己的任上 搞一個變化 比如說流民船有台北機器局 就剛剛主持人說的那個各省 他都有防務上的需要 而且各省要自辦防務 這個是很特殊的地方 這個一定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從今天我們驚人的眼光看 你會覺得洋務運動到底在幹嘛 要搞拼圖嗎 還拼不太起來 中塊細塊對不對 對然後每一個省每一個自己搞這樣子 然後種族巡撫又常常掉來掉去 那到底是跟能不能搞起來 可是這就是清朝末年他的 他的清朝晚清時期的中國的圖像 他就不是一個完整的運動 這個跟我們之前在其他系列 我們談日本近代化的時候 他的落差極其之大 因為中央皇帝想維持體面 慈禧不要養人 所以呢他搞的方法就是我間接 那你就自己去搞吧 好你去搞你要錢 你想盡辦法來跟我要 要的到我給你 所以常常大臣們在仇的時候 第一個跟地方仇想 所以像譬如說很有名胡雪原啊 這些商人們 這個聖宣懷啊 他們就是專門在幫這些大臣們 搞錢的人 找錢的 對找錢 那當然會他們會拿到很多特許狀 但是這基本上來講 錢你必須自己籌 兵想自己籌 連兵器都要自己弄 這真的是一個很妙的一個年代 人要自己招募 對人要自己招募 然後你的師爺啊 你的教官啊 就各憑本事各顯神通啊 只能這麼說啊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其實四大名城裡面 還有一個在四大名城之外 但也蠻重要的 常任兩將總督 劉坤一啊 他也是一個轉變 他早期也是很保守的 但他也是慢慢轉變 因為不得不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 那另外這也充分展現的 其實我認為 中國的文化特質啊 就中國人其實是實用主義的 當然大家都辦得好 跟上就是了嘛 那當然也有一些死骨不化的文人 我們必須說 但是大多來講 當時有能力的幹將幹員 像劉坤一很多人做他的傳記研究 前幾年蠻紅的嘛 我相信 因為學長對近代是很熟啦 很多人研究說 劉坤一是很兩面的一個人 他內心裡面對這些東西 他其實不是很認同啊 但他非幹不可啊 他很保守 但是他又 常常有人又把他化為 所謂的自強運動的其中一員 他還率先響應門戶開放政策 對嘛 他有東南戶寶嘛 對啊 我們都知道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自強運動 或者洋務運動後期之秀 就是張志棟 張志棟很重要 因為他等於是主持了兩湖地區的現代化 其中他的代表性有兩個 一個就是1892年 他搞了漢陽鋼鐵廠 各位不要小看漢陽鋼鐵廠 亞洲第一座電鋼廠 漢陽鋼鐵廠搞起來的時候 日本人很緊張 他鋼鐵廠內部還附設兵工廠 漢陽鋼步槍 辛亥革命 民國第一槍 就是漢陽鋼 因為他還在這個兩湖地區 修鐵路半學堂半港口 這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天津市萬國雲集的碼頭 對不對 上海不用講了 斯里洋場 各位內陸最重要的洋人租界區 在哪裡 在漢口 就是今天的武漢三鎮 後來在武漢三鎮 今天已經合成一鎮嘛 就是武昌漢陽漢口 三個合一 現在今天叫做武漢 就湖北的省府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些人其實也都是究竟 透過這些租界的窗口 吸取新的知識 跟洋人學習 一再強調 我們不要用上帝視角 各位這些人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對 我今天講一個可能有點誇張 但不見得全部誇張 就好像我們現在 完全從零開始 我們去摸索 怎麼建造一台飛碟一樣 幾乎等於是這個樣子 完完全全陌生的東西 還要慢慢的一點點去理解 一點點去摸索 張宋早年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這樣 逐漸成長起來的一個官僚 張宋早年的時候 在朝廷裡面屬於清流黨 對 什麼是清流黨 簡單說就是主張 宋明理學為本的這一群科舉官僚 比如說窩人 窩寇的窩窩人 這是一個滿洲的大 一個大學者 李鴻早 他跟李鴻章沒有關係 應該是死對頭 應該是死對頭 對 李鴻掌是帝父 他是同志皇帝的老師 另外就是這一位張志動 可是張志動 他後來發現伴養物很重要 所以他也在持續的支持之下 但多少也有一點 在沈寶貞之後 為了要制衡李鴻章 就是他長期擔任胡廣總督 我記得他也擔任了十幾二十年的胡廣總督 而且他還有處理過兩江 有有有 這是在家務戰爭之前 處理過兩江總 然後他在胡廣總督的時候 就利用漢口這裡的條件 搞了這個漢陽鋼鐵場 另外還辦了兩江師範學堂等等 這些學堂後來就是今天的武漢大學 這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些機器局 內部也附設學校 比如說像這個江南天津南京 就是金陵都有設機器學堂 機器學堂有點像我們今天講的職業學校 就是訓練熟練的產業工程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學校就是 福州傳政局有設傳政學堂 這塊是中國最早的海軍官校 這些傳政學堂後來優秀的 還被選到英國去留學 成為後來北洋艦隊的骨幹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中國的現代化還是在這種 我們看起來很畸形 但卻有點莫可奈何的情況下 逐漸推動 像我剛剛有講到 這種摸的石頭過河的現象 還在一個人身上特別明顯 誰就是李鴻章 我們從一個脈絡就看得出來了 各位 李鴻章在1870年代 他先設了輪船招商局在上海 現在招商局的遺址還在上海外灘 輪船招商局很重要 因為他是官都商辦 什麼是官都商辦 就是公家的資本 但是交由中國商人來經營 其實這個觀念有點像我們今天講 專業CEO耶 很多人在罵這個官 BOT啊 對啊 公家出現 這是很先進的觀念 然後商人去建設跟營運 他們承認自己不行嘛 就找比較懂熟門熟路的人來做 這是對的 輪船招商局建立之後 很快就買了輪船 我們剛剛講訓練這個海員船員 也聘僱外國的船員 所以就是跟英國美國 尤其是英國進行航運競爭 其實各位這個觀念很重要 就是把航權再搶回來 這個非常重要 中國開始有自己的輪船公司 而且一開始辦的還不錯 這個李鴻章辦的這些養物的企業當中 可以說最早賺錢的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個輪船招商局 換點輪船招商局 船越來越多 每天在跑 李鴻章才發現一件事 中國沒有煤 各位給我看 有的船才發現沒有煤 船每天煤在燒 煙囪在冒煙 沒有煤怎麼辦 你從國外買煤很花錢 而且又緩不濟急 那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煤常國 中國跟外國買煤有點滑稽 後來又在這個洋人顧問的協助之下 在河北建立了開瓶礦物局 各位這開瓶礦物局的煤礦 是優質煤礦 無煙煤 含碳量極高 而且是入天開採 入天開採 開瓶礦物局這個建立之後 才短短三年 不但解決李鴻章的軍艦 跟這個輪船的燃料的問題 還可以出口 因為各國在中國跑的船很多 各口岸各江裡面 河裡面跑的船很多 那他們也要煤啊 那就跟李鴻章買 所以李鴻章又賺到錢了 所以李鴻章到了1880年才發現 洋務運動好好辦可以賺錢 李鴻章後來還辦了什麼 各位知道嗎 他在天津成立北洋大飯店 他自己當老闆 洋人來了要住宿對不對 就來住我的飯店 這個太厲害了 李老闆太厲害了 等到這個煤越開採量越大 而且洋人的訂單也一直下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就開始發現一件事情 你用工人每一天 這個肩膀上扛著兩個擔子 那能搬多少 才發現有個東西是需要的 什麼東西呢 鐵路 所以李鴻章後來又在1880年代 修建了唐須鐵路 唐山道須各莊 唐須鐵路 中國第一條自辦鐵路 真正意義上的自辦鐵路 第二條鐵路再來在台灣 台北到新竹 對台北到新竹 99.5公里 各位請注意 你看他有了船才發現沒有煤 有人煤 才發現沒有火車 是不是 我們從他的整個發展歷程 就可以知道他們摸的時候過河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非常的清楚 大概到1890年左右 90年代左右 基本上中國的洋務運動 大概形成四個核心 有四個地方辦的比較好 比較有成績 一個就是李鴻章主持的北洋 這不用講了 各位你看天津有冰工廠 然後有鐵路 這個大孤有砲台 另外我們剛講開屏有煤礦 是不是 各位這已經有點工業區的雛形了 有鐵路 有工廠有煤礦 然後李鴻章的淮軍 跟後來的北洋艦隊 也都駐守在渤海灣裡面 形成一個經濟重鎮 第二個就是以南京上海為中心的南洋 後來上海跟南京之間也修了鐵路 再加上本身就有長江水運的便利性 加上這個地方文教比較發達 所以這個地方又形成了另外一個 你可以說滬寧為中心 第三個就是我們剛講張志棟 張志棟在以漢口為中心 辦了鋼鐵廠 辦了學校 第四個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就是台灣 台灣也是一樣有鐵路有工廠 然後有港口 再加上台灣當時還有比較暢旺的出口貿易 當時台灣的這個蔗湯髒腦等等 尤其是髒腦賺了不少錢 所以基本上大概到甲午戰爭前 大概形成這四個地區 相對而言 相對而言就是這個自強運動辦的比較好 相對而言現代化的建設比較多 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通信設備 當時流民船在台灣還搞了海底電纜 中國第一條海底電纜 從淡水到福州海底的電報線 基本到甲午戰爭之前 中國各大城市之間的電報已經通了 所以甲午戰爭的時候 是用電報在傳遞軍務 軍情的消息 然後鐵路 鐵路問題 在甲午戰爭之前 比如說我們剛講上海南京後來有鐵路 那其他地方也慢慢在修鐵路 李鴻章本來是很想把鐵路 從天津修到大連 甚至於修到中朝邊境 因為他為了應付日本 我先告訴各位 我們可以先預告 比如說李鴻章在北洋搞這些軍備 後來花了很多的錢 偶心力寫高 這個北洋艦隊 其實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防範日本 所以這個才是再次彰顯了 自強運動的本質 那當然自強運動的成敗 驚人有非常多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但是我們從中抽失剝繭之後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當時中國的社會 其實也是積極在呼應 這個自強運動 那也是經過 就我們剛才提到 然後戀紅是香山的 是國父的同鄉 那你就可以知道當中的這些 其實這就是我們私主私民心想告訴大家的 你要瞭解當時的社會激昂 你要瞭解當時的整個社會狀況脈絡 還有這些為什麼會做這些判斷 其實不只李鴻章 有了船才沒有煤 其實張志棟有了煉鋼產 沒了煤 這也是當作一個笑話 我不是說 張志棟買了兩套煉鋼設備 為什麼知道嗎 他第一套買的時候 他沒有考慮到中國的鐵礦砂 裡面含鐵量是多少 就買了之後不能用 打不到那個溫度 對 只好再買一套 所以這又是一個問題對不對 摸著石頭過河 對這個就是自強運動的性質跟探討 好了我們今天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自強運動還有非常多的東西可以再探討 那我們之後跟著事件做一些再解析 然後把它跟當時的社會民情做一些連結 這個我們這一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必須到這裡就要終止了 那最後還是要希望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 或者是在線下的超級留言 或者超級感謝 或者線下的PayPal 綠界支付寶 給我們贊助 讓我們節目越辦越好 我們今天再次感謝學長 好 謝謝各位 好 後來座談 誰來座談 期待下一集再相見 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喔 繼續追蹤我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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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